川普肇事中遭到槍擊 競爭對手拜登當時正在德拉瓦的教堂裡 離開時現場出現民眾抗議聲 拜登團隊當下表示 已經收到川普遭槍擊的相關簡報 拜登也立刻出面譴責血行暴力的槍擊行為 拜登感謝特勤局與相關單位 確保川普與集會群眾的安全 並表示在得知川普受傷後 已經與川普團隊取得聯繫 至於這起槍擊案 是不是針對川普的暗殺行為 拜登不願明說 只表示接下來密情局會徹底調查 並繼續收集相關傷者名單 在駭人的槍擊案震驚美國之際 拜登陣營表示將暫時撤下 所有電視廣告和停止對外通訊 拜登表示這樣的政治暴力行為 已經超出了他的底線 拜登說會繼續嘗試與川普本人說上話 更為此特地更改行程 本來週一要前往德州造勢 現在趕回白宮作證 與各單位徹底了解整起槍擊案的來龍去脈 以及後續應對處理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